所以蛋糕 蛋糕現在銷售量 你們覺得 網路上厲害的美食 是一天要賣多少才算得很久 有賣到千份的耶 請問你們的蛋糕一天賣 我們光酒類這個產品 至少有10種以上 所以10種以上都有特定族群 比如說 男生有比較喜歡喝萊姆的 那女生的部分我們有水蜜桃的 有那個比如說像其他 水果酒類水果系列的一個蛋糕 所以銷售量都不一定 各有可能 各有可能有四 對...四四 OK 好 那不然既然你 買醉的話就醉雞囉 醉雞 來...醉雞 可是我總覺得醉雞 是上一輩的人比較愛吃的食物耶 好像妳平常去點菜 也不會點醉雞 因為它也沒辦法下飯啊 那這個五谷的那個鵝... 鳳爪... 就是鸡鵝這類外型的東西 我就沒有很偏愛 可是那些女生吃鳳爪很好耶 裡面有很多膠質 怎麼樣 酒味也會比較重了嗎 老闆在對面 不是 因為她剛剛也是有強調 酒味這件事對不對 我不用為這個酒味來聽啊 其實那你可以喝它包裝裡面的湯耶 就直接喝酒 妳說什麼 把對雞的湯拿來當酒鍋 其實我有時候會喝耶 因為它的那個湯還滿好喝的 而且就是酒味真的夠重 餅足酒味這件事的話 雞真的很嫩耶 它非常的嫩 而且它的雞皮很清爽 然後QQ的 對不對 對 我覺得雞皮是它的精華 對雞非常好吃啊 對 非常好吃 這樣酒味還不夠啊 很好 它酒味其實算明顯 對 我們坐月子的時候喝到那個 花藥汁 很好吃啊 肉質很棒 有酒香啊 就是... 而且它酒香不會重到 讓討厭酒才不敢吃 我覺得很多醉雞就是酒味太重了 這是好吃的醉雞啊 好吃耶 我剛剛以為它會很軟爛 但是不是啦 它其實還滿有彈性的 可是S有個問題是說 會不會年輕人不愛吃醉雞啊 他好煩 不會 可是我是年輕人啊 我還滿愛吃的 可是你們如果招待朋友 到家裡吃飯 桌上會放醉雞喔 我覺得這個很方便 就是你去朋友家做客 或者是你要招待別人 你就拿出來 切一切就可以上桌了耶 年輕人追求的應該就是方便吧 對不對 所以醉雞你買回來它是一隻 它是...雞腿的話是一隻 那個原則上 如果說客人跟我們訂的話 我們都是幫你們切好 一份一份的切 剛剛這樣就是切好了對不對 對 已經都切好的 可是因為我們後來 最近有研發新的餐廳 就是把那個雞腿去掉骨頭 就切成薄片 OK 有點像那個火腿片這樣 然後其實我們 今天可能沒有擺到那個醬汁的醬汁 像我們那個紹興酒的那個醬汁醬汁 其實很多可能就像剛剛那個 有一個對 我們很多客人真的就像那個 娃娃姐說的 就拿來喝 對 真的是很棒 很香 所以他們的心態 是為什麼不喝紹興酒本人 那不一樣 口感真的是差很多 因為喝本人就可能有點 企圖心態的意思 對啊 喝點醉雞的汁比較... 有人吃了這個鳳爪嗎 味道不錯耶 OK 是真的感覺去骨之類的嗎 對 而且它的那個脆度還在 就是你在吃的時候 還是覺得這樣嚼 它的味道還有香氣會一直散發出來 本來就是鳳爪的愛用者是誰 就是一般去吃廣東點心會點鳳爪 不會 所以這個有... 這個好吃 但是我喜歡吃... 我喜歡再軟一點 就是熱一點的那種蒸過 蒸的爛爛的那種 這個可以再去加熱嗎 可以啊 沒問題啊 所以一般客人是會加熱吃還是... 就是讓直接吃耶 可是就是如果說客人買回去 他是要給長輩的話 我會都請他再稍微 用微波乳微波一下 讓它再更軟一點 所以顧客訂了以後 如果有比較希望改訂的部分 通常會是什麼事情 後來常常接到很多客人講說 老闆你們家那個醉雞的酒味不夠重 因為我們都買了醉雞的飯 真的是他會吃那個醉雞 越吃那個酒味會越重 他會說老闆你酒加的不夠 可是酒太重 不就蓋掉那個雞的味道了嗎 可是有時候吃醉雞會吃上癮 因為吃醉雞 真的滿多人就是想要吃到 那個紹興酒的香味 那個湯汁 所以我也不是在鬧脾氣 你知道 妳整個人生應該就是為了 吃到酒的香味吧 好 所以如果這個是250一份的話 剛才那個蛋糕是... 買的是300...380嘛 所以對你們來講 衡量的標準是什麼 就是買一份划不划算 其實還好耶 如果說是常常 真的我很想試吃的話 我也有買過更貴到500多的 那種600的 所以你們各位都是可以接受 高價的網路那些啊 可以啊 因為常吃都還好 重點是好吃 如果不好吃100多 我也覺得浪費錢啊 小柔呢 買過最貴的是... 五 六千塊的 就是烤肉 烤肉它幫你配好 就是你知道最麻煩就是我... 因為我很喜歡烤肉 然後因為你烤肉 你就可能要去買 你回來還要醃 你還要做一些有的沒的 然後它現在有一個烤肉網很棒 它就是連木炭 然後連架子 然後肉怎麼配 然後A B C D 然後你就配好了 然後來 超好吃的 而且那個重點是... 它來了以後長什麼樣 長在一個箱子裡嗎 還是... 它在箱子裡面 而且它就是很專業 它就是全部都用報紙 因為它會防潮嘛 就是用報紙包好 然後它會放...就會放那個冰... 就是那種冰塊嘛 然後放在那裡面 然後就來的時候你打開 它全部幫你分好 重點是它甜不辣是膨的 不是扁的 然後我看到我就覺得好哏喔 生火嗎 生火啊 生火啊 你不是說拆開以後 那個煤炭自己就砰 不是說因為送來的人 可以順便幫你就是 把食物放上去烤 如果他在現場叫他弄的話 應該是OK啦 不OK吧 應該OK吧 送的只是快遞公司的人啊 沒有 有的是 他們自己的宅配的人啊 因為送洗衣機 他就可以叫他順便修冷氣了 有嗎 洗衣機的人幫你修冷氣嗎 有啊 然後我問他的時候 他還告訴我說 你等一下 你問另外那個人 對 我先把洗衣機安裝好這樣 對啊 兩個人來 有兩個人來 因為洗衣機一定是兩個人送嘛 那他們撞嗎 還好 但是都是年輕人嘛 你腦中浮現是什麼親戚 所以現在送到家 應該要增加更多額外服務才會 有的會有這種服務 有的會...比如說 你可能會加工本費 然後他來就會幫你弄好 對啊 那順便可以幫我顧小孩嗎 沒有 所以我... 王子柔會覺得 烤肉就不用... 因為太麻煩了 對啊 我寧願去外面餐廳吃 就是一盤一盤端上來 然後直接夾子夾下去 可是中秋節你勢必要烤肉啊 對啊 我會去餐廳吃耶 而且沒有中秋節 勢必要烤肉這件事情 小柔 那個... 可是問題是吃完還要收拾耶 對啊 就是灰啊 什麼這些東西 那還好耶 其實大家會覺得說收拾很麻煩 其實你在吃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十個朋友來 我都會先講說 每個人只能拿自己的一個盤子 然後上面要寫名字 好辛苦喔 不是 因為我覺得 因為烤肉你不可能去邀新朋友 你一定都是自己老朋友 那所以就是你都跟他講說 垃圾要怎麼放... 然後反正結束的時候就是熄火 隔天就是你把那個木炭 你丟到那個... 丟到一個包裝裡面 全部清掉 都還滿方便的啊 心裡木炭滿難的 不會啊 那網子剩下要怎麼辦 就是你看你要回收 或者是你可以再複製啊 可以再叫那個人來拿嗎 不可以 沒有這個... 所以你每點一次 你家裡就多一面網子 對 沒有 我通常都是送給關門 也是個古代表耶 古代表 帶那個...